高雄市议会今天排定听取市府轻轨二阶专案报告 邀请市长韩国瑜出席 其中针对市府办理五次公厅会 广纳沿线住户支持和反对声音后 下一步将采取哪种做法 对此韩市长表示将邀请专家学者讨论 今年下半年就会提出定案 对于轻轨二阶他的态度是神圣乐观 受到沿线住户承抗而停摆的轻轨二阶工程 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 市议会排定专案报告 市长韩国瑜也出席表达关心 并且强调最受争议的大顺路和美术馆路段 经过五次的公厅会后 已经充分取得大家的意见 对于轻轨二阶的未来表示神圣乐观 捷运局内部已经有一个定案了 目前还没有定案 我们下半年一定会跟议会做一个比较明确跟完善 所以这两篇新闻放出来的消息是假的吗 目前为止还没有定案 由于网传市府将进行争议路段的轻轨路线做调整 再度引发不同的声音 面对议员的质疑 捷运局澄清只是选项之一 并没有具体审议 有没有网路上传的这一个路线要往南调整到所谓的同盟路 民族路这些路线 到底这个路线是你们现在的其中一个副案吗 还是你们已经决定了要把大顺路美术馆这一些争议路段 要取消要以这个替代路线来做处理 那这一条路线目前规划是只是纳入评估 那并没有呈现 因为我们目前还是依照原有的路线来做相关一个评估 包括地下高架化 捷运局指出目前轻轨二旗大致可以列出五种解决方式 包括原方案路线专用路权或共用路权 地下化或高架化以及变更轻轨路线 韩市长说轻轨在美术馆到大顺路之间 将经过70多个街口 造成当地交通冲击 市府下半年会提出较为成熟的计划和对策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道